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家里只要有这个生肖,这个月份,财富就会主动找上门。 生肖龙的人是一个非常有贵气的一个生肖,他们虽然不是特别的聪明,但是他们也是很有能耐,因为他们天生意志力很强,做事情能够非常的成熟稳重,凡事都能够多花一个心眼。 并且他们理财能力也很出众,在这个月份家里面,只要有一个生肖龙的人存在,那么财富就会主动找上门,使得家里的人都能够赚得满债而归。 生肖鼠的人是一个非常聪明机智的生肖,但是他们有时候却耐心不足,所以容易在一些细节上出问题。 但是在这个月份家里面,只要有生肖鼠的人存在,那么必定能够有钱有势,富到流油,因为鼠鼠的人,他们确实是能力很强,做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,并且经过了这些努力。 日后必定是前景大好,成绩亮眼,事业上大红大紫。 生肖鸡的人是一个非常耐心的人他们,做人非常厉害,因为他们懂得左右逢源,所以生肖鸡的人总是能够深得人心。 再加上生肖鸡的人,他们非常的幽默,因此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,就赚取丰厚的家产。 尤其是到了这个月份,家里面只要有生肖鸡的人存在,那么财富能够不请自来。 因为生肖鸡的人,是一个能够镇得住家宅的人,家里面只要有他,小人都不敢亲近。 生肖鸡的朋友,属于事前如命行的人,即使大手大脚挥霍,也能想尽一切办法努力赚钱。 特别是到了这个月份,他们的财运过人,都能在生意上大捞一笔,生活必会大富大贵,一辈子都有数不完的钱。 生肖鸡的人性子温顺没脾气,好像是那种干什么都中规中矩的,没有什么突破和惊喜。 其实他们非常聪明,而且敢作敢为,他们在事业上很有冲劲。 加上自身财运其实很不错,有财神关照,所以他们不论是事业,还是生意都很容易成功。 正财、横财都是源源不断的,绝对不是一只平庸的羊。 谁家有生肖羊的人,全家根筑享福了。 妈祖说,四生肖前半生辛苦坎坷,后半生却是最有钱。 人的一生有欢笑有泪水,有幸福也有坎坷。 多种多样的遭遇,也是让我们拥有多种多样的人生,丰富多彩,回味无穷。 遇到顺风顺水的时候,不应过度高兴,应该保持平常心。 遇到坎坷曲折的时候,也不要灰心丧气,放弃希望。 只要努力,一定可以等到时来运转的那一天。 鼠马人有助功成名就的野心,也有助与远大理想相匹配的实力。 无论此时此刻多么辛苦劳累,只要是鼠马人想要达到的目标,只有实现目标早晚的问题罢了。 虽然鼠马人行事别具一格,有时候甚至不太合群,但是好在极具创造力和韧性,注定先吃苦后享福,终会大富大贵有钱花。 对鼠牛人来说,自己不怕吃苦受罪,也不怕艰难困苦,只要自己能够一步一步靠近自己的目标,那么就绝不会轻易放弃。 极强的毅力和固执强势的性格,注定了鼠牛人先苦后甜的际遇,无论现在多么劳苦,将来势必会取得成功。 哪怕是大气晚成,后半生也不愁没钱花,不愁没浮想,鼠猴的人前半生过得非常的平淡,没有背景的他们,在自己的创业道路上,走了不少的渊路,生活困窘的他们,没有丧失自己的信心。 所以他们在日后的生活中,更加的努力,随着年龄的增长,中年以后的鼠猴人,开启了人生的大运,贵人的出现,让他们的努力得到回报。 同样财运也变得非常的旺盛,后半生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幸福,拥有甜蜜的爱情。 属鸡的人,普遍出生在非常平常的家庭之中,虽然他们并没有非常好的家庭,并且过得也并不算是非常的幸福,但是在他们中年之后,就会遇到自己的贵人。 再加上有福星相照,所以他们的事业可谓是一名惊人,各种运势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 财运当然不必说,因为各种各样的钱财,都会进入到他们的口袋,每个人都渴求幸福,但我们亦应当,正使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。 我们应当保持吉人天相,好运随身的信念,善待自己,善待他人,积善成德,好运自然相随。 如果遇到困难,积极应对,并适当做好化解措施,相信所有不顺都是暂时的,祝愿所有原有终身平安。 吉运一生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再过三天好运相随。 财运不断地生效,无论在什么时候,如果说运势足够好的话,那么财运也会十分地旺盛,这样一来发财赚钱,也是十分地容易,干啥都不愁。 比如说这几大生效,再过三天就会有好运势,到时候不仅好运相随,财运也会相伴,轻松赚大钱,以后的日子啥也不用愁。 生效蛇,生效蛇虽然说没有富贵的命格,但是上进心比较强,能力也很突出,所以日子过得不算是很差,但因为大运不到,想要过富贵的日子也不太可能。 再过三天生效蛇,会迎来天才即兴入命,财运大利,轻松发财赚钱,好运不断,再也不过苦日子。 生效牛,生效牛是一个十分勤劳的属相,做事情懂得坚持,不过之前的时候运势不是很好,因而日子过得也很差,赚不到什么钱,还会破财。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,但再过三天,生效牛将会迎来极心高照,轻松赚大钱,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。 生效蛇,生效蛇之前的运势还算是不错,命中复原也很旺,但今年遇到了破太岁入命,整体的运势下滑了不少,日子过得也很辛苦。 不过再过三天,生效羊会得财心助力,催旺自身的财运,轻松发大财,赚大钱,天天都会有好运。 再也不过苦日子,生效狗,今年是生效狗整体的运势,会受到值太岁的影响,而变得不稳定。 之前的几个月里,一直都处于低迷的状态,生活过得很糟心,然而再过三天,生效狗将会的厚土之力加持,运势被催旺,不仅能走好运,还能发大财,啥也不愁。 生效龙,生效龙乃是一个,有富贵之相的属相,命中贵气十足,只不过早些年的时候,运势不是很好,所以并没有。 顺利地过上富贵的日子,不过,再过三天生效龙,命中会有极星高照,到时候自然是好运不断,财运相随,轻松就能赚大钱,过上啥也不愁的好日子。 生效猪,最近的这几年,生效猪的运势,总体来说不是很稳定,常常会有比较倒霉的事情发生,财运方面的表现也是欠佳,很难赚到大钱。 而再过三天生效猪的运势,会发生转变,好运越来越多,财运越来越旺,轻松赚大钱,以后什么都不用愁了。 人在运势不好的时候,往往赚钱也不会很多,日子也会过得比较辛苦,不过如果运势可以转旺,那么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,而且也能轻松赚到大钱。 这六大生效,虽然之前日子过比较苦,但再过三天却会走大运,轻松赚大钱,而且天天都能走好运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